我首先今天要讨论一个最热的话题 就是最近一个上个礼拜闹得很大 说爱国者乌克兰爱国者飞弹 击弱了匕首 俄国的匕首及音速飞弹 这个话题从我一开始听到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上个礼拜六我在中天的节目 叫做前进战略高地 我讲过这一段 那后来节目也把这一段 特别简洁了一个大概八分钟的 那点阅率也很高 很快就冲到了六万以上 现在多少我不知道了 意思是我在那里面说得很清楚 那是一个荒唐的一个事情 怎么可能是匕首的 他打下来不可能是匕首 然后呢我才这样子讲了 结果昨天美国国防部就出来了 证实说是 而且还不止打下一枚 那今天的报纸就有灯哦 说美国国防部背书 说这个乌克兰的确打下了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匕首 基因素飞弹 而且不止一颗 你看看到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说 不知该怎么讲 那我今天呢 把我上个礼拜讲的 那个重点中间的最后一项啊 我只讲了一点 各位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有没有可能 匕首飞弹的飞行的速度 是10马赫 我可以告诉你 10马赫是多么可怕的速度啊 那几乎是从外星的太空船啊 外星人太空船这样飞进来 坠毁的那种速度 那如果你看过电影 你有印象的话 只要是外星人的那个太空船 坠毁的时候 撞到了树林里面 有些影片 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它撞下去 一路走过去的 那个撞的那个痕迹啊 旁边都烧焦了 那个地也烧焦了 不要说寸草不生 地都烧焦了 然后最后停在那里呢 附近就产生了一个火灾 为什么 因为在这么高的速度之下 那个飞碟的外壳 热到了是不可思议的地步 就像我以前 阿波罗的那个太空卫星回来 你知道你去读读看 它外面包的那个 都是全世界最赖 热的几乎都可以把它烧掉 你就知道它是多么的热 那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的这一个 叫做匕首被击落的呢 有一张图 请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我把它放大了 上个礼拜其实我有讲 你在Google哦 你去找得到这张图 然后你注意看哦 它这个壳这么裂也就算了 请看这里这个草 因为它在刮过去的时候啊 咔 刮到了地上的草 所以草就塞进来了 你可以看到没有 它还是绿色的 这个草还是绿色的 你想想看这个壳有多热 它可能是绿色的吗 所以呢第一个 我告诉你这阵子 我想了很多的理由 为什么这个蛋壳这么热 会刹那间忍下来 有没有可能我举个例子啊 它这个在飞的时候 史马赫通一打 把它给击碎了 速度在瞬间给它停了 变成零 不飞了 然后咚掉下来 即使如此 我先说这是几乎不可能了 算它可能好了 这个东西是一个极热极热的金属 它掉下来 我问你 它将近2000度哦 摄氏2000度 我请问你 它要多久 才能回复到正常温度 一停下来 速度停温度 就立刻变成室温了 不可能了嘛 2000度要什么时候 才慢慢才回到室温了 刚刚你看到那个东西 居然能够刮了一个草 还是绿色的 你相信吗 打死我我是不信的 但是我不能说 我跟你讲 我不能说 爱国者无法挤落匕首 但是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 那天基辅市长 显示的那一个 绝不可能是 史马赫被击落的 那一颗匕首 我可以肯定这样告诉你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哦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以前我们小时候 哪知道什么叫认知战 认知战大概是 最近三五年 突然变得爆红了 我发觉 自从政府经常把认知战 挂在嘴上以后 所有国家的政府 都是我所见过 最会说谎的 一个团队 为什么他最会说谎 因为他 他有各种的理由去说谎 为什么 因为敌人在对我做认知战 所以我也要对他做认知战 那什么叫认知战呢 就是要把 大家洗脑 说得大家相信我们 所以说谎 他有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 叫做什么 国安 哎呀 我们为了国安 国安是多大的帽子 为了国家的安全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 好 立刻你可以去想一个 乌克兰市长 做了一个这么愚蠢 像我这样说完 这么愚蠢的一个陈述 很容易你就知道 最起码 他那个非但是在 荒唐至极的一个指控 怎么可能是那样的 可是乌克兰会不会报道说 台湾有一个海军的退役上校 说出这件事 乌克兰会报道 他不会报道的 那基辅市长会说 台湾有一个黄振辉 指控我说什么 我认为你说的是错 他跟我对话 他理都不会理你 为什么 他只要对乌克兰的人民说 你看到没有 我们击弱了 我们爱国者 美国挺我们 我们可以击弱这么厉害的飞弹 哇不要怕 对他的人民 对乌克兰的人民 达到了他的效果 这就是他的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不再对与错 他只在想 我的人民想不想说 只要相信 他就会去讲 然后你说的再对 再对再对 对不起 我绝不跟你辩驳 我理都不理你 而且就算你 我真的哪一天 碰了一个跳到乌克兰的 那个记者招待会 在泽伦斯基面前 我这样子站起来 跟他这样子讲好了 你知道他会怎么样 他会打死不承认 就要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是 我们挺 就是他 你怎么跟他辩驳 你怎么证明说不是 真的很难 当一个政府把说谎 当成他的本事的时候 这个政府基本上 你不必去跟他辩驳任何东西 因为你辩不过他的 叫做说话的那个权 抓在他手上 你知道这个 你怎么说得过他呢 接着我要谈第二个 就说自从我在这里 蛮多我一些学长学弟来看 那我真的都非常感谢 不但我讲话的内容有错 他们会跟我讲 连我穿的衣服不妥了 领带不妥了 讲话生意太快太慢 都会有人打算 你那个讲的不要 生意要慢点什么的 所有对我这些提出忠告的 我真的都非常谢 每一个跟我讲的人 我都是衷心的感谢你 上个礼拜我回去 一讲完 张静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国内非常赫赫有名的战略学者 他是我的学弟 我官司的时候 他是官一 我们的交情 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天 立刻打 立刻跟我讲 学长你讲错了一个 我说什么事情 他大概跟我讲了20分钟 那上个礼拜 因为我提到了一个话题 是什么话题呢 就是说很多人战略专家说 台湾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附近的经济水域 如果一旦 不是经济 对不起 海运 这个上船开来开去 你一旦被统一的话 这个海峡就不能走了 这对全世界的航运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台湾太重要了 我们的友邦 绝不会放弃我们 那我上个次讲的根本 不可能的 我说那个中间就算收回 还有一个30公里 宽的一个公海 最起码还有这么宽的 这样子通过去 那他就跟我讲了很多 他跟我讲将近 快20几分钟 30分钟了 我把他那天跟我讲的一个 结论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 当你去算这些领海的时候 他第一个有一个领海的基线 领海基线 往外推12海里 叫做领海 好比说台湾往外推12海里 是我们的领海 从领海12海里 再往外推12海里 就是到了24海里的 这一段距离呢 叫做碧林区 碧林区是22收的 再推到200 叫做专属经济水域 200之外 才叫做公海 所以200之内 大家看看 专属经济水域 碧林区 领海 之外才叫公海 意思是这样讲的话 台湾海下中间是没有公海的 不管收回不收回 都没有公海 但是这个所有我刚刚说的三种不同的这种水域的名称呢 他对航运的管制是什么 因为我们 我谈的是航运的管制吧 他航运的管制是什么样子呢 最严格的就是你进来之前要先跟我讲 我同意你 你才可以开 这叫做你要经过我的核准才可以 那第二种放宽一点的就是 你跟我讲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不必等我回答 因为你跟我报备过了 那你就可以进来 那还有第三种就是都不管 在我刚刚说的这三种水域里面 只有一个水域符合这个条件 因为这是我们的领海 就是领海 12海里之内 有我刚刚说的三种 目前我们台湾的一个做法是 你跟我讲就可以 叫做你跟我讲 除非我特别在跟你讲 不准进来 那他跟谁讲呢 通常都是跟港管所讲 我要经过这里 要在你高雄港的外面 要么他要跟他先说的 那只要人家说 收到就代表同意了 那有的地方是要他核准你 你不可以进来 你可以进来一个核准 那也有的是完全不管 这是一个 除了领海 是我们的海域有这三种之外 区于所有的商船的航运的权力 记号 刚刚说的B林区或者经济 专属经济水域 比照公海 就是说他虽然有不同名词 但是他的航行的权力 是跟公海一样的 所以他不叫公海 但是他的权力是跟公海一样的 航行的那个商船的权力 所以经过这个解释之后 就是台湾海峡即使被回收 能够比照公海自由航行的水道 最起码他的宽度是 我上次说30公里 这次我提高到80公里 所以你说台湾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水道管制了 卡住了全世界来了 往往50%以上的海上的运输 这是不存在的 不管统不统一 它都不存在 所以因这个东西而认为 人家一定会来帮我们 这是一个你自己的空想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致满足